富士康现在最近的一个行动就是他在印度又投了7亿美元 要开设一个新的iPhone的部件加工厂 那这个消息呢也引发了北京当局的关注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消息刚刚出来的时候呢 大陆的媒体也就是正常的转载了一下这个消息 但是到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第一财经 第一财经他有一个报道 他就说呢他引用了富士康所谓的不具名的富士康内部人士的说法 他说这个这一回富士康的总裁去印度访问 并没有签下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但其实这个报道呢就比较奇怪 因为富士康的总裁这回在去访问印度发表声明的时候 他自己也说了只是去寻求一种在芯片领域 或者电动汽车领域的合作 他也确实没有透露说有具体的协议出来 那除了这个报道我们还看到有其他的一个报道 就是说最近不是有消息说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 去了很多印度的工人去学习 然后说要关掉八条生产线 还要去把一些临时工全部就是解约嘛 但是现在今天的话 我看大陆的很多媒体都出来辟谣说这是假消息 那您怎么看就是因为大陆的媒体 我们知道都受党的控制嘛 他的这种行为是不是能反映出 当局对富士康这个产业链的一些态度 我想目前中国的这个下岗的问题很严重 特别是这个外资厂啊那个生产线的撤走啊 那么包括资金也在撤 所以这个真的是蛮严峻的一个挑战啊 但是这个台商要转移他的这个工业啊 基本上的形容方法叫做只能做不能说 那至于说这个中共的媒体啊 他要形容说这个富士康高层如何表示 这个是他们的一向来的一个做法 就是先说再做啊 那么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先说的再说 那么这个是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供应链的调整不是哪一个厂商自行会决定的 他的决定因素非常复杂 那因为是上游的供应商目前决策的是说 针对未来可能这个我们讲中国跟西方国家的一个对立 会造成他们在中国的损失 那为什么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个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之后 那么西方国家所采的这种制裁措施 其实对这个俄罗斯的经济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虽然它石油造卖 但是基本上它里面的这个经济的活动 事实上受的冲击非常的大 那如果说是俄罗斯对美国依赖度不高 都受到这种打击 那我们要去想象 整个中国它对外的经贸主要是出口为主 那么它的依赖度这么高 如果美国同样的联合北约国家 对中国来实施金融跟经济的制裁的话 那它的杀伤力会有多大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美国最近在讲的 如果你提供俄罗斯致命性武器的援助的话 我们要对你实施第二波的制裁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先跟你讲在明的讲在前头 如果你提供的是致命性武器 我们对俄罗斯所采的经济制裁措施 很可能会逐渐的落实在中国的身上 那中国业不业意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呢 我是认为是说中国基本上是误事了 而且应该也看得很清楚 普丁在这一次的战略里面 基本上所有的目的都没有达成 那但是呢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考量 他也不能说我今天都不支持 我们只能说一件事情 当去年两个月份 普丁在北京访问的时候 双方的宣布说 和伙伴关系没有止境没有上限 现在证明是有上限的 中共其实是顾忌非常的多 所以在现阶段里面的话 这个厂商虽然在明的不能讲 暗的在做 可是中共其实也没有办法阻挡 因为这个是一个整个趋势的 一个决策下来 所以对中国来讲 必须要强化自己的内需 这个内需就必须要他目前开始讲 民营企业要跟国家站在一起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那陈老师您对富士汤是了解比较多吗 因为之前在河南的富士汤工厂 您也有参与 那您觉得像现在深圳厂出现 有印度工人去学习 确实我们看到视频也有这个视频流传出来 您觉得这个就是它包括生涨线在拆除 不是有可能的吗 这样讲啊 就是说我当然富士康有很多好朋友 但郑州或是龙华厂的部分 我们基本上都不算是真实的参与 我们只是了解而已啊 但是呢很现实的就是说 台商在撤出中国的过程里面都知道一件事情 你必须要逐渐的来逐步的做 那像我们看得到就是说 看是怎么样机械设备先卖先搬如何 因为你真正跟中共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说 我要牵出去 他们会千方的百计不放你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一步一步来减少你的损失 但是这个过程毕竟是说印度这边 它要赶上中国的这个工人的生产力 实际上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在 那这个学习是很必然 实际上台商在这方面做很多 包括我们最近看得到台湾的这个科技厂 直接在东南亚国家叫他们的大学生 大二就来台湾上大学 然后这个大三大四的之后 或者研究所的时候 研究生的时候就直接到他们工厂去实习 然后实习完了之后再去做两年了 再派回到本国去 所以台商他知道 不管他转移到哪里 最缺的最大的障碍是人 而这个人不太可能完全依赖印度人 或依赖印尼或者是东南亚哪个国家人 他一定还是要去有效力的一个培养 而这个培养目前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看台湾的大学里面 有不少的这些国家来的学生 也就是这个原因 那同样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 那恒河先生的看法 就是中国政府对富士康的这个态度 我们看到以前呢 当李嘉诚从中国所谓就是有一些资本的调整 撤出大陆的时候 当时就是官媒的这种宣传是非常高调 说不要让李嘉诚跑了 但这回我觉得就是从媒体的舆论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它是并没有那么明显 甚至还是非常委婉地在表达 就是富士康这个生产线生产工厂都是非常稳定 您怎么看中共这种态度的一个变化 现在撤资成了潮流了 当初李嘉诚走的时候可没有人撤资 很多人还在往里面跑 所以他第一个他是最敏感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人能发大财 所以他非常敏感的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办 就赶紧先走了 所以那个时候走的时候呢 大家这个中国的网民啊 或者是这个中共自己啊 还有充分的信心还敢说这句话 但是后来呢 随着这个特别是到疫情 其实疫情之前啊 外资已经在撤了 那现在已经是这个变成一个潮流 大部分重要的 我们所听到过的那些重要的外资都撤了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针对富士康开刀的话呢 会影响一大批人 就是包括中国国内的这个 信心 还有呢就是其他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因为牵涉到一个我能不能走的问题 如果说对富士康下手 那么很可能第一个 你还是留不住他 因为最多我这个生产线全都不要了 我还得走 所以说不能对富士康下手 那这样的话呢 就我觉得这就是中共态度 从当年对李嘉诚和现在对富士康的这个态度转变 再一个问题呢 就是 就当年到中国去投资是一种风 你挡也挡不住 就是说你劝多少人 那时候就是中国的GDP刚刚超过加州水平的时候 那个美国简直是一股风啊 人人都要到中国去投资 你一谈到这个商业界 就是特别生气的 我马上就要到中国去投资去了 那就是特别光荣的事情 那时候你想阻止都阻止不了 但是呢一旦到现在这个时候 就大家都在撤资的时候 你马斯克进去逆潮流而动 没有用 现在那个华尔街最有名的投资 这个是新型国家投资较富的 现在都在抱怨说钱退不出来 所以说到了这种时候的话 也是挡不住的 我记得当年在墨西哥的时候 就是90年代初 不是2000年初90年代末的时候 就是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那段时间 墨西哥很多工厂关闭 那也是中国的工人 中国的工程师到墨西哥来 一边拆设备 一边学这个操作技术 安装技术 然后呢让墨西哥的人 在零事业之前把他们都教会了 然后呢他们就把机器全都搬走了 现在正好 其实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同样的情况 就是大批的机器也得搬走 特别是一些比较昂贵的机器 可能也得搬走 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 你就变成一个趋势了 你再设法扭转 你再去想办法把人家留住 也留不住了 就是说这是一个市的问题 就是中国人说大肆已去 市不在你这边的时候 你怎么都没有办法 确实是在中共三年清零 然后搞得经济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情况下 富士康的这个体量啊 对中国经济是相当重要 我记得富士康的大老板 郭台铭就是鸿海集团的创办人 郭台铭在上一次2020 就是参加总统 台湾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就说过嘛 别人问他说你在大陆有这么多生意 然后你去选总统 然后就说你怎么去切割 我记得当时郭台铭就说过 其实是我究竟是谁养谁 是我在养中国 对所以现在就又涉及到2024年总统大选了 那我想问一下陈老师 就是您在台湾现在就是观察的话 郭台铭是到目前还没有表态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可能会代表 国民党参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热点人物 而且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国民党的秘书长叫黄建廷 他就等于是递了一个橄榄枝 其实他说如果党内对征召是有共识的话呢 郭台铭肯定是一个考虑的人选 所以您觉得郭台铭如果这回真的代表 就是重返国民党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话 他有没有 他会不会真的去割舍他在大陆的这些生意 来实现他之前说的要捍卫台湾的这种承诺呢 我觉得可能要几个方面来看 一个就是说这个大环境的部分 在2020的时候其实国民党没有办法提出一个 比较有说服力的候选人 在那个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郭台铭那时候的形象上 给人家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 所以说当年他事实上是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在 那特别是说在这个财力上面的话 每一个候选人都需要他的一个协助 那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一次的总统选举里面 国民党是很清楚的这个看得出来 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啊 他是最强的这一种候选人 包括党主席朱立伦基本上都不加入初选的民调 显示说这个主席本身就放掉了 那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既得的利益 那么新北市的政府团队或国民党的框架以下 目前运作这么久 会不会愿意让一个第三者一个企业家 没有真正接触过行政事务 也没有真正接触过党务的人 那么来接掌党跟这个全国的一个领导呢 我觉得国民党内部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反弹声音了啊 虽然老百姓也在观望啊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原来期待郭董是因为他是个企业家 那么这个企业家本身 他既然在这个中国大陆 还是有一定的包袱在 那么这个东西对这个老百姓来讲 也会是一个考虑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郭董如果要在台湾选总统的话 美国跟这个中共当局对他是如何评价 在台湾的总统选举里面啊 如果美国的政府没有给予相当大的 我们讲祝福好了 他很难选得上 所以基本上台湾的总统候选人 大概都要到美国去 跟这个美国相关的官员啊 会晤一下交换一下意见 这个也是这样子而来 那么所以说 如果说接下来的民调里面显示出来 那么老百姓认为是说 这个侯友宜的胜算机会比较大的话 那郭董个性他是不打 不会胜的仗 所以当他发现他没有把握的话 也许他被妥卸掉了 嗯 是 而且现在可能还是比较早 我们还要再看一看等等看会怎么样